这时傅家俊职业生涯 最贵的一杆打丢 冲击20万英镑最佳时机 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奥沙利文这一开赶 就卖了一个抵代的行为 很显然就是一杆钓鱼 但都已是5比5最后的决胜局了 傅家俊在干法上 真没有太多的选择空间 果然 傅家俊的这杆长台球走位 出现了严重失误 对于奥沙利文这样的大神来说 这几乎就是宋命题 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 火老师的精彩进攻表演 白球杀到台面底部 收下一套红黑球后 轻松回到台面中部 用这一套红篮球 不断调整白球的 最佳舒适K球位 火老师用一个低端带自学 白球碰两裤后 完美的K开了红球队 真是霸气啊 而这一K 也重重敲打在傅家俊的心里 若非自己那一杆 送得那么彻底 傲莎利文 或许不会 一下子就打得这么顺利 这一杆K球 直接轰出了5套活红球 这应该足够傲莎利文 一杆超分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比赛会不会有意外变数 20 走 傲莎利文的这一杆 吃红K红 瞬间就让台面局势 变得更加通透无比了 台面至少三套红球 让他可以轻松围绕黑球拿下 连吃三套红黑球后 顺势又这么一顶 用细腻无比的包橘子的打法 傲莎利文稳稳地把比赛节奏 掌控在自己手里 吃下这底带黑球 他迎来了自己的超分红球 而这超分红球打尽后 傲莎利文以68比0 完成超分 再吃下这一颗红球 76比0 傲莎利文 手握五感斯诺克的领先优势 比赛胜负已分 这也意味着火箭击败傅加俊 已经稳稳获得了晋级2016年英锦赛的门票 当然 傲莎利文的表现还没结束 在欣赏火老师的破百之路同时 我们顺便也畅想一下 若傅加俊没有那一感大意的话 这场比赛的胜负归属 还真不好说 可现实的结果 还是很残酷的 因为一杆打丢 他措施冲击 人生最后中的20万奖金的最佳机会 最后 傲莎利文轻松的青台制粉球 赢下了这场决胜局 用这堂生动的教学课 告诉傅加俊 斯诺克台上任何时刻都别大意 否则 就只要下去喝水的份了